大台中市长参选人苏家全 琴跑基层 在作家李乔和客家大佬的配同之下 到了东市镇李渔博公庙祭拜 他也发表了客家政策 来到台中东市镇 大台中市长参选人苏家全 穿着客家蓝衫 由作家李乔和客家大佬 带领着来到客家文化当中 具有祖先象征的李渔博公庙祭拜 而苏家全也发表了他的客家政策 未来我们会成立一级的客家事务局 让客家的人才 让客家的历史 让客家的文化 能够透过这么一级的单位 有预算 有人可以把这些文化历史保留下来 苏家全表示 他是屏东县长志向六堆客家庄长大的小孩 对于客家文化有熟悉的情感 而大台中又有25%的客家人口 推动客家文化保存与发扬 他责无旁贷 东市镇的李渔博公庙 他有200多年的历史 我们会把它变成设定的古迹 让我们下一代的子孙 能够感受到大自然 他的伟大 此外还要订定台中客家日 每年举办客家文化节 也要打造大台中的客与无障碍环境 让客家族群在台中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中文台中综合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